一个个珍贵文物被推倒 掉落地面砸得粉碎 集团组织伊斯兰国分子 不只搞破坏 甚至还先拍预告影片 IS成员在伊拉克北部城市 摩苏尔的博物馆里 搞扎杨树时代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 珍贵世界文化财 拿嘴狼头猛烈砍碎 被列为文化财的重要实相 企图捣毁伊斯兰教徒的偶像崇拜 还振振有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强烈谴责并紧急商讨对策 极端分子破坏珍贵文物早非首例 2001年阿富汗的塔利班 就炸毁巴米亚大佛神像 IS如入无人之境 对文化财大搞破坏 除了让民众对IS产生更多质疑 嚣张行进也让外界瞠目结舌 记者姚慧文 综合报道